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无期去公所连续第四年举办爱上无期铁马踩风活动 15号这一天是在台中港旅客服中心盛大来举办 这次的路线一共规划16.5公里 分成个人组以及亲子团体组 吸引超过700位民众共享盛举 沿途除了能够骑着自行车欣赏美丽的海岸景致之外 也能运动健身放松心灵 一、二、三、四、八 众人按下气笛宣告活动正式开跑 迈入第四届的爱上无期铁马踩风活动 15号一早在台中港旅客服务中心盛大登场 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全副武装 踩着单车一同出发场面相当的壮观 我从台中市来就是想要运动 不错因为这边路很宽 感觉上视野很好 很好 很舒服 一大早运动很舒服 而且无期这边路很宽敞 想说带小妹们一起来运动这样子 感觉怎么样 还不错还不错天气很好 一家人出来然后来骑铁马 然后我们爱无期 也爱这个无期港还有更喜欢这个活动 为了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无期巡工所是特别举办爱上无期铁马踩风活动 追资的路线一共规划有16.5公里 分成有个人组以及亲子团体组 也信超过700位的民众共享盛举 沿途将行经无期鱼港高美湿地等景点 将海线风光一览无遗 今年的这个参业人数报名有超过600位 那预计我们今天包括没有报名的乡亲来参与的活动 大概将近700人以上 那沿着我们这个终一路这个道路 到我们这个高美湿地 全场总共16.5公里 现场也特别准备了多项的摩采豪礼 以及趣味的扭蛋活动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不仅行销海线的风光 也可以让民众运动健身放松身心 记者陈穆汉台中采访不到